幸福好时光 前不久我看了一篇文章叫做 越有钱就越幸福嘛 我相信你也会感兴趣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有人腰残万贯 可是他过得很不快乐 但是有人好像没有钱 也过得不太快乐 那到底心理学里面 怎么样看钱跟幸福的关联呢 很多人会回答说 越有钱越快乐 但答案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yes 但是也不是 快思漫想的作者丹尼尔卡尼曼 卡尼曼 他跟他的合作者 在2010年调查了45万人 那研究了收入跟幸福的关系 结果发现个有趣的现象 也就是一个人的幸福程度 跟收入有没有关系 答案是有关系 那么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如果你是属于低收入者 我简单的讲 钱越多痛苦和压力就会减少 比如说你本来连一万块钱都没有 突然你拿到一万块 是不是很开心 两万更开心 二十万那就更开心了 因为你可以活很久 不用担忧 所以如果你现在收入很低 那就越有钱越幸福 但是如果你现在是属于收入中等的人 就中产阶级 就中间的那三分之一 那么钱越多幸福感呢 还是越强 因为你还是会希望收入多一点嘛 也不是说真的非常非常的足够啦 所以幸福感的提升度呢 越多 那可是呢 那幅度还是减少 这是经济学上边际效用的问题 你现在如果本来一个月就有五万块钱可以花 那多个五万五 你大概会高兴了一下 但不会每个月都一直在为你上升的五千块高兴吧 可是如果你只有一万变成一万五 那你就会高兴很多 这就是一个边际效用的问题 那如果你是高收入群呢 钱跟幸福就没有关系 所以你常常会听说 很多人会跟你讲说 其实啊 这个钱呢 就这样就够了啦 虽然他还努力在赚钱 他说其实钱对我现在也没什么意义 这就是太有钱的人 他讲这种话才是真的 的确 因为边际效用没有了 有时候你也可以安慰自己 郭台铭很有钱 可是他也跟你一样在吃卤肉饭在开心啊 黄仁勋也很有钱 可是他还是啊 就是去那个夜市啊 吃东西他就会也很开心 而他的皮衣你也买得起 不是吗 钱不是万能的 没有钱万万不能 那也是实在的话 但是这个研究是要告诉你 就是要看你有多少啦 如果你真的已经很够的话 那么越多钱不一定会带来幸福 那有一位被心理学称为幸福博士的迪娜 他追踪了一些大学毕业生将近20年的资料 结果发现了快不快乐 个性也很重要 如果你的个性快乐你就会更有钱 怎么说呢 就是你毕业之后20年在大学里面就显得乐观快乐的人 20年后你的收入更高工作更稳定 对生活也比较容易满意 但是如果你在大学时代你就是一个屋子的人 那么过来20年啊 你可能就是过得不是很好 那这个数这个研究是有数据的 因为迪娜统计说 如果比较贫穷的大学生啊 那他在大学就是一个开朗的人的话 你听清楚哦 很多人听到数字就模糊掉了 20年后的平均收入是五万三千块 不快乐的那些啊 又出自贫穷家庭 他只能获得平均四万三千块 那如果来自普通家庭 就中产阶级家庭 快乐的大学生 20年后他的平均收入是六万五 不快乐是五万 这中间的拉锯就是有一万五千块 所以你如果是低收入或中产阶级家庭出来的 答案就是快乐 个性的开朗 会让你的收入增加 我们这种已经都从大学毕业三十年以上的 其实 我回头去想一想 他的实验也看得出来 那些在大学时代就是一点 有点天怒人怨啊 什么都不满意的同学呢 当然有些是从事政治啦 那我就不好说了 他有没有钱我也不知道嘛 但是有一些人啊 他就是 后来找工作的确没有很顺利啦 那么如果来自于有钱的家庭 也是一样的 你从小就很快乐 你平均收入就是七万七 那不快乐就是五万六 中间更差了两万多块哦 那么这实验告诉我们什么呢 其实阶级的区别的确存在 阶级是垫高你的上楼的楼梯啊 你本来的高度就比人家高 所以爸妈比较有钱 孩子基本上将来的平均收入的确比较好 但这研究是平均数值哦 你当然也有例外啊 郭台铭小时候也是穷的不是吗 他赚的钱就一万个人加起来 也不能比得上他 那如果说 对我这讲这个都五官选举 我只是你要说王永庆也可以啦 那么但是呢 如果今天你本来就没有背景 同一个阶层的家庭里面出来的 假设你快乐一点 那么你将来就会比那些屋主的同学 赚的多很多 那么还有一个研究相当的有趣 这个研究就是哈佛大学做的 在科学杂志十几年前发表的 给一群哈佛大学的同学发钱 有一半的人发五美块 有一半的人发五块钱美金 另外一半能发二十块 要求你们为了做实验 当天就要把这笔钱花掉 不过拿到二十块的不用高兴哦 他还要求说 其中呢不管是拿到五美元 还是二十美金的 有一半的人要花在自己身上 比如给自己买咖啡啊 看电影啊 其实五美金大概也只能 可能吃个爆米花吧 那么另外一半人是 你不可以花自己身上 你要花别人身上 比如说买爆米花给别人 买冰棒给别人 或者是捐给慈善机构也可以 于是这样就有四组人 对不对 你这个实验就是有四个观察组 就是为自己花五美金 为别人花五美金 为自己花二十美金 还有为别人花二十美金 那你猜哪一个比较快乐呢 也许你会觉得说 当然是花在自己身上 比较快乐咯 答案并不是 而是啊 把钱花在别人身上的 比较快乐 比较幸福 跟你花的是五块 或二十块没关系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愿意为别人 do something 给别人一些快乐的感觉 你自己感觉是更良好的 不管你是给一点点 还是你给很多 所以如果你要帮助 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答案并不是 帮多少钱才厉害 而是你有没有帮 这也证明了 人生天生就有助人之心 你是有助人的基因的 好 这就是钱与快乐的关系 欢迎宅玉归国的 金利国际总经理 其实叫金梅比较好 因为你应该都认识她的品牌 吕丽美你好 戴如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不知不觉间就去欧洲 亚洲欧洲美国 是巡回吗 感觉去参加选美 我这次挑战了42天 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 而且瘦了耶 真的哦 那你到底在干什么呢 你是去EMBA创业班 不是BMBA的华商班 因为华商班我们有 课程里面有三次的 就是交流 国外的交流 所以我们第一次在新国大 去年的时候是在新国大 然后三月的时候 新国大是什么 新加坡国立大学 然后三月的时候 我们在华顿商学院 美国最老的 这是我很想去的地方 因为我们没办法入学 念七天也好 我常常是这个心理 或者谁让我去哈佛 我也有一张结业证书 对 然后这次跟 如果我们是诈骗集团 就拿来骗啦 我这次去剑桥 Cambridge Cambridge去了六天的学习 对 所以为了那六天 我的学长其实有几位 他们不是我们班上的 可是他们要去这五天的课程 要付25万台币 他说那一张证书值得 其实你们收的比我们便宜 我去过哪里 就念中欧EMES 我也去过好几个地方 所以我们叫做以色列 耶路撒点那个理中学院 不少钱 我付了八万块人民币 是三十六万 我还去过韩国的 好像是岩市大学 所以去了解韩国商业文化 我真的觉得很有趣 我好喜欢去那个 只要有都报名 但是光去韩国那八天 大概也是二十几万 台湾还算收的客气 真的 我一个学者就考虑了很久 新加坡我也去过 我想到 新加坡国立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他是想说 我都六十回 我都退休了 我要缴二十五万去投资吗 最后还是觉得非常值得 就是还是 我也很喜欢 因为你最后旅行 已经无趣了 你都去过 对不对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切出一个同样地方 还是收获满满 是不一样 就是这样子的学习 就是说我们是在 已经在实业里面的学习 不是在课本上的学习 所以这种学习 跟这种情境带来很多的刺激 我十月要去念瑞士中欧的博士 因为我已经delay两年了 因为疫情嘛 因为你叫我线商商课 我办不到 我觉得这样很无聊 为什么要缴那么多钱去线商商课 所以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要念完 但是十月之后 我想我有时候你也可以在瑞士 我跟你打招呼 我们学校在苏黎寺 瑞士现在有一个博士班是日内瓦 日内瓦 他也有一个很特别的班是DBA 搞不好我是在就那一个 我就是念DBA 你是不是DBA吗 对对 那我有机会当你学妹 那欢迎过来 其实挺有趣的 尤其是老实说 我有时候跟同学学的比 跟老师学的东西多很多 对 其实同学他也是 剑桥的第一句话也是告诉我们 你们来这里 其实不是只是跟我学校学习 是在我们提供的这样子的 平台跟这些东西 在你们平常可能没有办法 五六天一起 对 不同的产业 需要很多很多的思考 你们看我头发都白了 我很少在一个月之内 白那么多头发 中欧有时候会半夜 逼我们在那里 开一个什么赢队 在算某一种东西 然后要拼赢过别人这样 对 就是你很多竞赛 很多project 你就五六个人要去思考 然后我被分配到的那一个组 你知道吗 我那个组是财富自由组 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工作 他们已经是 他们参加什么华商班 对啊 然后他们就 你应该还算年轻 就说阿阿阿阿阿阿 你报告等一下你讲 阿阿阿报告你写 全部都是大哥大姐 董事长当这么久 很少被人家这样奴役过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一直 就是那么多天来 我发现说 哇 怎么很刺激 所以你看头发 我东西了解什么一页白 我相信你 因为我知道那种状况 而且有时候 因为大家都是头啊 就算他是自由 也他以前在公司 能够财富自由 就是因为他当头嘛 对 然后有一次 我就是对我们那个同学 他是非常聪明 他是奥数冠军 就是 又是这个附带大学 然后又是 某一间建设公司的最高主管 有一次我跟他说 你就照我这样写就好啦 这个结论很棒啊 他竟然睁开 抬起头 瞪着看着我 意思就是说 这世界上有谁敢对我下病例 你知道吗 后来当然我们大家都习惯了 就是 一时难以适应那种感觉 有没有 被奴隐也是难以适应吧 对啊 我们那个学长站起来说 我就没有什么团队啊 领导力 我就没有领导力 你看我就一个人啊 钻石大亨 那当然就 靠他的智慧就够了 对啊 就是说 这个不用啊 这个你们 他怎样有供应链 对 结果就是 都在你啊 都在你啊 每个人都在我 对 然后 就是说 不好意思喔 你就分到我们这一组 你要陪我们老人家聊天 这样子 你就没有跟那个年轻的 我说不会不会不会 我难得被叫妹妹 哈哈哈 你是念正大华上班 对正大华上班 那我也要去念 我觉得你们这课程好像比 那个EMBA好玩多了 因为EMBA就一直在听教授上课 那些所有什么财务会计我都上过了 对 我们还是算一元毕业里面喔 但是是里面的华上班 看起来还是比较有趣 课程真的很有趣 而且我觉得教授也很 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尝试 像是这一次的那个Cambridge也是非常意外的收获 谈成了Cambridge之后 结果这个学校就跟教授讲说 他可以长时间跟我们合作 开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哪一位教授带你们去的 秋一江 我们那时候的院长 其实正大的商学院教授我觉得很好 对 我们以前也是曾经就是中欧跟正大得座 邱老师我帮你广告喔 我去正大上过也是七天的课 对 然后那个是国际的经济学 是大锅上的 大锅老师 我喜欢他的那个观点跟演讲 他教我很多东西 是喔 大锅老师跟我们非常好 我们出去玩什么大锅老师都会参加 大锅老师说我是EMBA 他给成绩最高的一个学生 98分 国际经济学 那你肯定是最高 因为大锅老师给的分数有点小气 真的吗 真的 哎呀 你看 看我多爱那个大锅老师 我们一个学姐跟我讲说 他最低的分数就是大锅老师 大锅老师只有给我80分 你去问大锅老师 真的 有人多认真 那你果然是 你果然是经济学学的好 不是 其实是这样 他除了比如说 举例说他去的八个问题 你只要写其中四个 因为你有的会不会 你们比较松 我们是六个问题要回答五题 没有 因为我们只能放弃两题 那我们那时候可能是因为就是也是七加班 他就可以放弃 可能八个写四个 我写了大概之类的 或八个写五个 我写了八个 你多写了一个 我可以全部回答 你看自己讲的这么拽 对耶 我怎么没想到说多写一点 C 你应该问我嘛 对我应该多写一点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我都会 我就把它写一写这样子 嗯 好啦没事 那我们等一下呢 来聊一下 金美最近呢得了一个大奖 我相信老板的不断求知是很重要的 对 因为你开始有了国际的事业 对对 待会再来聊 今天是金美的李立美总经理 来讲他的如何开拓企业的眼界 先来谈一谈你们的袜子 袜子得到了德国最知名的红点设计奖 对可能也是台湾第一次在这个类别上面拿到这个奖项 嗯 其实是这样子 我觉得难走的路是孤独的 袜子大家觉得是很轻松 就是袜子就是做袜子嘛 但是我们这双袜子整整花了 从头到尾花了12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第一个时间点是感动的这位教授 福大的这个 福大应用美术系的指导教授 他来到 他叫什么名字 这是我们打 帮他打知名的第三位教授 真的 胡祥巴教授 嗯 那 胡教授来到我们公司的时候 就是他 我大概简介了一下公司的东西 然后他就听了几个产品 他就觉得 怎么 怎么会有人是这样做产品 所以他就要求说 那 李总你不介意的话 我真的很想把这么好的台湾的产品 跟企业在国际上发光 你不应该只是在台湾做 你要从国际上被认同 然后再回来台湾 嗯 那我就听进去了这句话 所以我就邀请了教授 我去我们的工厂 我把整个研发的过程解释了一次 那我们就 为什么去得这个奖 就是我们在这个设计上面 他真的是了解制程 看了机器 跟了研发 跟了我们工厂 然后跟了我一起 来来去去很多次 所以他把这个精神在设计上结合起来 嗯 我们做了一幅 呃 台湾的插画 嗯 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哦 对 所以你得奖的不是袜子吗 我得奖的是袜子 但是跟插画什么关系 我的袜子做成了一幅设计 是设计奖的广告项目 对对对 是一幅台湾的插画 把台湾的故事说清楚 也把整个制程 整个精神说 说得很清楚 所以感动了评审委员 所以你这是 袜子类的唯一的设计奖 对 台湾可能也是第一次 嗯 这是第一个红点设计大奖 然后 这是七月我们拿到了 七月底 八月份 我们又拿到的 美国也是 非常 呃 非常高级的 就是奖 这个在 相关的广告人都知道 就是Muse的 Golden Winner 嗯 行销创意奖 也是袜子吗 也是这双袜子 哦 那在 刚刚九月份 刚刚才公告的是 经典设计奖 2023年的经典设计奖 就同样的这一双袜子 嗯 你这样子是不是想要往国际市场出发 你果然聪明 不然呢 就一定要这样嘛 对 对对 没有错 对 因为老外是很懂这个奖的 他们是很清楚知道的 那关于国际市场是 我们其实是跟美国做了一个合作 JV的公司 那打算就是用精美出去的美国品牌 嗯 从美国品牌去行销到美国的市场 嗯 那这个产品呢 就是我们可能这么十多年来看这个产品 觉得 不就是应该这样吗 呼吸就应该长这样啊 袜子就应该这样做吗 可是你到了美国去之后 这么先进的国家 我自己也跑了美国欧洲德国很多的国家嘛 真的很少看到像我们这样子去制造产品的 嗯 我带着我的 这一次我也到了加拿大 其实我知道国内有很多人要仿制你 是你的产品 但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就是made in 台湾 可是好像不太做得出来 一模一样的 我没有讲错吧 对 你真的没讲错 所以大家觉得这么简单的东西 对 但是穿起来为什么会不一样 为什么这个东西会你穿了回不去 嗯 所以呢 我也带着这个我的partner 美国的partner 跑了他们最大的连锁的一些药店啊 这些有卖户具的地方 我们穿的每一个品牌的东西 通通买回去 全部穿了 他们都穿不上来了 嗯 对 那这个东西就是一穿上去 不管是他的团队或是什么 他觉得 amazing 嗯 怎么 你怎么可以做到这个样子 就是一上手的时候 他们回不去了 嗯 而且我觉得你 但是你的这个产品也是有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说 你的东西不太会坏 你知道吗 对 我现在因为我每一年都有买一些嘛 但我现在搞不清楚 我的抽屉里那些护膝或内衣 到底是几年前 什么是三年前 两年前一年前 当然你知道我很粗鲁的 我直接都给他丢洗衣机 然后会有勾纱 我也不在乎 因为功能也没什么影响嘛 是 所以都还好啊 所以如果三双呼吸 我就跑了 那个六大麻 六大麻 其中五个是虚拟的啦 就我不需要买新的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对消费者是福音 但对你是个问题 对 所以我只能够再 把这个市场 扩到其他的地方去 对 就是市场变大 他真的是 我想说淡如姐 怎么那么省 三年都不换 他三年都不换 我怎么去说服其他人换 结果你知道吗 我这是带出去的内衣内裤 结果我翻起来之后 Oh my god 我的内衣 我的内裤有好几件 是还上面是贴着 几年几月几日的 sample标耶 这个意思是 样品标耶 我还没换耶 我更久 我们的可能上面没有日期 但是你的上面 可能会有秀什么日期 对我还有109年的样品 我还在穿耶 就是还好好的 对就是还好好的 比如说有些棉纸 洗在那个洗衣机里面 当然是比较便宜的啦 是 一分钱一分货 它就会硬掉 或纤维会硬掉 可是你的那个 因为不会啊 所以 那叫什么 银 银纤维 对 效果还是存在 我就拿起来 所以我根本不用买新的 看你怎么办 不是 你跟人家 我自己又拿起来想说 对啊 这个要怎么丢 因为它真的好好的 对 对 襪子也好好的 对 但是如果说真的要穿 那个更好的 那个Infrustrate 这个 红外线的功能的话 实际上真的是 因为你的洗剂 你的各方面的保存方式 还是建议 一年真的要换一次 我也有啊 但我现在穿起来也好好的 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 就是一 你就是两个策略 一个就是更推广别的市场 新的产品 因为我们的虽然是刚需 是内衣襪子 可是问题是你的回购率高 可是不会那么的频繁 是不是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你要推新的款式 新产品 让我觉得说 好像这个又可以再穿个五年啊 对 新的不同的商品类出来 是有的 其实今年的冬天 有非常多的新的 全台唯一的机台去测试出来的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妙 在研究商业逻辑 有些厂上的东西很好 可是他的策略会把自己做死 这让我想到以前 有一个case叫做长寿电灯泡 事实上很早就发明出来 他没有人愿意卖 因为不会坏的电灯泡 代表他不用换 就一直可以用到底这样子 但这就是credit的问题 好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吕丽美谈一谈 那吕丽美现在就是跑了四十几天 你中间有去做生意吗 有啊 我在加拿大是去做生意 对 在伦敦呢 其实我有几天也是拜访代表处 对 好 那么 那你觉得 其实像这样出去国外扩张生意 对 就算你东西在台湾已经很有口碑 那可是在国外会遇到的 你有遇到的困难 问题 对 因为有些策略会不太一样 是的 符合你这里市场要求 不一定符合他的市场要求 对 比如说我们认为 户具是金美最强的嘛 嗯 那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把整个计划都谈好了 就是一个户具的family 嗯 在那个美国的市场也没有做这样类型的户具 那也全部都弄好了 然后尺寸啊各方面按照他们 因为他说我们的size跟你们的size是不一样 有些他不是big 是huge 是大到一个不能大 所以呢必须为他开一个 我们就是一个尺寸嘛 必须为他开一个更大的加大尺寸 可是这样的东西就是存货量会比台湾高 对不对 maybe 但是我要想说全系列都弄好了 都开好了 结果我这一次去的时候 就翻盘了 啊 为什么 对 他就觉得说 他们的思考 人的思考上面 他一直老去 他脚是不舒服 但是他们还没有被教育说要穿户具这样的东西 你会发现老外天气很冷的时候 他还是穿个短裤 然后到了时间到他就拿了拐杖 他就慢慢的不走 就这样子 那他的户具 你说的也对 对 他的户具是怎样 是你受伤之后是绑在腿上 他是医疗用的 对 不是辅助用的 不是辅助用的 不得不的绑起来 魔鬼毡罩来绕去那一种 他们很不愿意穿的 是那一种 所以呢 这个思考就是完全又不一样了 所以他回过台 他的那个 那个 marketing的那个 leader就说 坏 你为什么给我这个户具 我们没有这样子习惯的 结果呢 那么舒服什么什么的 可是你这样的问题就是说 你也不能到处发样品去行销啊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那个市场没那个东西 那个代表就是非洲人没穿鞋 第一他很需要鞋 第二他们也许就可以不要穿鞋 他们没有穿过 就是他后来他就觉得说 他不知道内裤可以有机能的 内裤就是内裤 这一套也是从日本人那边开始 辅助型发展出来 他不知道内裤有机能 所以他当他穿完一个晚上之后 他回过去他已经把内裤的所有的计划全部写好了 他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他就是内裤 因为他觉得在他们的居家生活里面 内裤老外是经常要换内裤的 跟我们倒是不一样 他们就是三个月左右就会丢一次的 所以他的design的思考也不一样 比如我们不习惯内裤让人家摸来摸去 然后你就买回去穿嘛 就他昨天拍了一个 他说在我们这边就是内裤内裤就要给看啊 你要给摸啊 穿不好还可以拿来退哦 那你做这生意很可怕 你的盒子要搁一块让他拉出来 要去感受到那个弹性度这样子 所以很多情况人的思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们那边我觉得我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把膝盖保护好 你才能走啊 结果他不是 他觉得他们是享受生活 当他觉得说内裤竟然可以带来那么大的效益的时候 所有男人穿的都笑了第二天都可以笑出来的时候 他觉得amazing这个事情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这个投资可能会变成就是比较长期 对不对 还牵涉到国外的行销厂商互相信任的问题 我觉得我蛮幸运的就是他们也算 因为这个犹太老板是很聪明的 我老公一直提醒我跟犹太人交手 他交手过所以你要非常的小心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他基本上就是我还有一个透过我台湾的朋友 已经移民三四十年了 所以他们也是从小朋友是就是幼稚园就认识 很好很好的交情 那我们是三个party合作的这样子 所以应该是我觉得是我这个人就是永远是乐观看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们第一次觉得刚开始也可以比较简单一点 反正我就是买货 我就是先第一阶段我先try这支产品买货 第二阶段就是进入到我们的JV这样子 原来又是跟犹太人合作 可能要先念一下塔木德 那个苏之峰不是说吗 对他如果接受台湾的教育 可能没有办法成就他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界的女总经理 他爸爸说的 那他最信就相信的那种原则金钱原则 还有投资原则还有人生经营原则 就来自于犹太的塔木德经典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谈一谈 有关于金美的吕丽美最近的旅程 幸福好时光一个人在创业期间 其实刚开始一定非常艰苦了 就算是有一点成果 后来也是要面临到不断开拓的问题 现在的企业大概不太可能说 我好了够了 然后除非你要退休 没有办法 如果你认为是够了 就是持平保态这件事情 现在不做不到 你持平就是退后 就是只会落后 只会一直往下退 你就只能不断的前进 要不然就是收起来不做了 那你这次的旅行还跑到蒙古去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是等于是我们俗称的外蒙 对对 乌兰巴托 那边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以为是风吹草地建流洋 对 风吹草地建流洋要在乡下 真的是要在乡下来看得见 它其实都市的发展 问我这句话应该蛮适合的 就是如果你台湾十年不回来 大概没什么改变 对 但是你如果在乌兰巴托 这种发展中的国家 你每一年去的时候 你就觉得给你很大的震撼 就很像不同的都市 对 就是每一次 就是它的建设发展 各方面都太快了 因为我们的都根比较慢了 太快了 动不动就是 我疫情三年没有过去 我家前面本来是 我前面有一条河 河了后面是山 我是住在类似阳明山的位置 空气比较好 结果我疫情三年没有过去的时候 我回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家前面全部盖大楼了 都挡住了 然后呢 就是我这一趟过去的时候 发现 哇 更多的大楼 然后呢 我想说我要去四十几天 我在台湾去的时候 也没好好保养 那怎么办呢 我要去找一个医美 我要打打卖冲光 我要做什么 结果让我吓到的是 医美的进步的设备 比台湾还要先进 怎么说呢 哪有可能 我们台湾的 医美厂商 我认识那个老板 爱尔利的 他很敢花钱买G7的 他所有的东西 真的 他从日本 从韩国 因为比较近 所以他有很先进的设备 因为我们在这边做那个 我做过那个叫做PRP PRP我在台湾是直接用脸打进去的 就是满脸打 很小的针这样的打 那会肿嘛 会那个 可是在那边现在做PRP 是没有侵入式的 我听不懂 但我刚刚很兴趣 就是PRP是把我们的血抽出来 因为我有打过那个电波 好痛哦 很痛 我也是打不下去 我打到一半眼泪球了 因为是我同学帮我打的 我同学就跟我说 这要忍耐啊 不然万一 你万一有的人是睡着打 万一起水泡打太强 你完全没知觉会不行啊 对对对 但是对我们来讲就会很痛 无侵入式 很像在烧 无侵入式 那凤凰电波也是感觉说不痛 其实凤凰 凤凰我觉得也还是有一点痛 如果你怕痛的人跟我一样 我那种电波都打不下去 所以打了之后会 他没有打耶 PRP本来是要用针抽出来之后 我们打膝盖的PRP 现在都拿来打脸嘛 让他生长因子自己长出来 膨起来嘛 所以是小针 就是那个电 就是他不是 不是电波哦 插进去 我说的是电波 可是针有问题 因为他有时候会 会不平均 会什么的嘛 所以他必须要计数嘛 在台湾就是要计数嘛 那你就是要一点一点补 要补很多的针嘛 但是在蒙古不是耶 他是日本的技术 他是PRP抽出来离析之后 是利用导入的方式 有一点电流导入的方式 直接抹 像保养亭一样直接抹 然后抹完以后 整个都膨起来的 那不是神经吸氨吗 不是 不是哦 就是是你自己的 自己的生长因子 那很贵吗 不贵 才300块美金 不会吧 我怎么听起来觉得 哇 不贵 好想吃哦 对不起 那不是吃的 很想吃 而且是绝对是吸收的东西 我也很惊奇 是啊 对 然后我们做医美 在那里做医美 我需要那个 我们需要 consultation要付钱 咨询费要付 要付钱 而且还要约整 不不会是做300美金 结果先付个3000的咨询费啊 咨询费大概是20块吧 600块台币 这个简直是一个医美乐园啊 对啊 太蒙古啊 而且走出来就好几家 非常多 我只要走路就到了 这样旅行社可以开团啊 你知道吗 团费就刚好拿来 还可以观光这样 拿来做这个疗程 对 好先进 本下来的可以拿来理由 难怪你现在怎么 每个人都越来越美 医生走出来吓死我了 那个医生怎么美成这样子 然后告诉你说 我其实70岁了这样 对好可怕 医生怎么可以这样子 而且很自然 没有很假 虽然这跟精美的业务无关 我已经开始两眼觉得好心动 也是一个投资很好的环境 是啊 好我们等一下再聊 所以有些时候 对不起我们已经结束了 就你不知道别的国家 进展成什么样子 那尤其是我后来发现 如果你都不出国 你真的都觉得说 哎呦 好像是那个图片的那个印象啊 还在风吹草地 可是人家现在也不是 可能变成一个医美大国 三年前去的时候 一瓶大概折合台币 八万块可以买到住宅 现在一瓶三十万 你看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曲线 就是这么陡峭 好非常谢谢吕丽美 那如果你有相关资讯 你可以拨打022500 这里 对不起 adorable 对不起 对不起 感谢观看